好 我们现在开始介绍马里逊入华宣教二百年的历史图片 当我们走进历史长廊来重建历史的真相的时候 因为这一段的历史常常在我们从小受到教育的里面 常常把很多的历史的真相把它抹上 或者我们是用很多的外在历史事件来诠释历史 那基督教信仰是一个讲求心灵和诚实的信仰 所以当我们要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就必须到心灵和诚实的层面 那我们来理解这一段的历史 因此我们在介绍这段历史之前 先回归到信仰的层面来看 对基督教历史的诠释是讲到人的失落 上帝的创造 上帝把人创造之后赋予人有生命气息 有他的形象还有样式 但是人因为失落了 失去了上帝应该给我们的那一概的全部的荣耀的形象 因此人就失落 那因此我们看整个的历史里面就是人的失落 还有神怎么来寻找人 然后人又怎么去寻找神的偏差 那我们就看在历史的这个交错里面 那神怎么寻找人 也因为很多的人他们被神寻找到 他们就开始了寻找人的工作 所以历史是一个神找人 也是这一群被神找到的人去找人的工作 那因此我们从马里逊的宣教开始来分享 那我们先来看马里逊 他的生平在第七章的挂图的里面 是讲到马里逊的出生 还有马里逊的大概的一个的简介 那马里逊生于1782年 他本来是一个浪荡子 他是一个不信基督的 但是呢在他十几岁的浪荡之后 他有一天突然反省 我的人生要这个样子吗 不要 所以呢他就开始拿起笔 开始认识耶稣之后 他就开始做了许多的文字工作 所以1807年 当他那时候祷告 他希望找到他的生命的意义 可以服侍的地方 他就上帝就让他有感动 要来服侍 福音位极之地就是中国 所以他决定了在1807年的9月 因为他本来要来中国 必须要搭东印度公司的船 但是东印度公司是一个贩毒的船 他知道相知长的宣教士是贩毒的 所以他就不让他搭船 来到中国 因此马里逊最后的决定 就必须搭乘 船到了美东这一带 再从美东这一带 搭船到 当时中国唯一开放的地方 就是广州可以跟东印度公司 经商 所以他就到了美国 再搭船到澳门 澳门是当时一个地方 是可以跟广州进行贸易的地方 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成为第一位来华宣教的基督教宣教士 那再来美 从美东来到中国的路上 有一位船长就问他 凭你一己之力 你能改变中国四千多年来拜偶像的这样的历史的改变吗 你做得到吗 你不可能吗 就嘲笑他 但是马里逊回答了一句关键的话语 这是他信仰的信心的表现 他说 什么 我不能 但我相信神能 因此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来到了中国 那我们从这边慢慢会解说到 当这个马里逊他来到中国 他所受到的很多的困难 在介绍之前呢 我们看第九图 这边就开始说明了 马里逊来华宣教的时代背景 我们先从西方 那西方在一千年以后 公元一千年之后就进入的所谓的黑暗时期 为什么叫黑暗时期呢 其实就讲到 人因为在神的面前应有的形象和样式 被当时的整个的社会剥夺 所以没有神也没有人 那怎么来看呢 从君主在上面的治理的方式叫做封建制度 所以君主在这日上是绝对的地位 那有封建的领主 还有土地的掌握权 那天主教呢 当时的所谓 我们现在所谓的他们那个去权 是当时的天主教 他们掌握了神人关系的解释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第十二图下面有 他们把圣经是用链子锁起来的 唯一能够读的人 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修士 这些人才有解释圣经的权利 而且圣经全部是拉丁文 所以老板其实没有阅读受教育的权利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所以人不能敬拜神 你必须要透过教会的神职人员 才能够敬拜神 这就是当时的背景 那所以一般民众在正经宗教上面 都没有自己的地位 所以我们就称为黑暗时期 那十六世纪之后有一些的改变 那就是社会上发展现代化 科技开始进步 从希腊承袭了理性主义 然后呢 从罗马承袭了法治制度的精神 但是这个找 他们却不是真实的找人 虽然有人名的人权 拿这些的 但是他们是种课题外在的 而不是从一个内在的里面去出发 所以很多的法案制度啊 这些的出现 他们形成了现代的人权民族运动 那这个是从人的外在去寻找 但十六世纪也出现另外一个人 他从人的内在去寻找 这个找人的现代化努力呢 就是马丁路德 他的宗教改革运动 他强调一个人 只要你是人 在神的面前 不论你尊贵 尊贵 卑贱 什么样的地位 在神面前是平等的 是同样自由的 所以 那个时候他们说了 就是一个皇帝 跟一个乞丐 他们是可以 在神面前 可以同时跪在一起 他们可以一同敬拜 所以这是 但是在人的观念上面 这不是这种的 现代化的外在的 这种实体的验证里面 所强调的人权 但是从内在里面 他讲到 人人身而平等 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努力 就是当时他把 他自己看了圣经之后 他其实 在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 很艰辛 因为他觉得 我自己的情欲没有办法克制 所以他用鞭打自己 然后在雪地里面冻伤自己 以为这样就可以 禁欲 以至于他可以更亲近神 后来他发现做不到 直到有一天 他差点被雷劈 他才想到说 他是不是犯罪了 一直等到 他读了圣经之后才发现 因性称义的道理 所以马丁路德的生命 有一个很大的转环 他才发现人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努力了多少 而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 所以马丁路德就 后来做了翻译圣经 我们就知道 马丁路德的历史 大概有一点诠释 你们如果读过教会历史的话 他被贵族追杀 但是有一些贵族又保护他 那我们看见 他不惜生命 把圣经翻译成德文 后面就有人 再继续翻译成英文 让圣经普及化 刚好透过印刷术 很多人都可以读到圣经 就人开始自己 可以跟神建立关系 所以人的觉醒就开始出现了 18世纪的理性主义 19世纪的科学 人权思想 西方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但是这种新的时代里面 因为都强调了理性实证 所以上帝有没有办法验证呢 没有办法验证 因为他摸不着 看不到想不通 所以人在这个人权思想里面 是属于从人而出来的人权思想 是一个无神的人权思想 那十四图 这边我们就在说明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当他们现代化发展的时候 那西方就开始成为一个海权大国 开始呢 在欧洲里面有一些的战争 那整个国家强盛了 他们就开始往外侵略 那到十六图里面就说明了一件事情 当时在海上的贸易的争夺战里面 西方各国就成立的东印度公司 垄断了一切在海业上面 商业的独占的权利 这也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马尔徐没有办法过来 因为英国能够到国外的 唯一的一条船就是东印度公司 所以他没有这个办法可以过来 因为跟他们所进行的贸易 是这种违反上帝心意的贸易 是宣教士所反对的 所以宣教士就没有办法 透过他们的船只过来 十八图就讲到 在中国闭关的这些年间 十六十七世纪 这些的宣教士 他们想要进来叩关 但是都进不来 所以这位的宣教士叫 耶稣会士范里安 他就在中国的外海说 石头啊何时才能够为我主开放 其实他一辈子都在 中国的外海等待 死在海外 那他都进不来中国 耶稣会士在天主教里面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因为从马丁路德改教之后 天主教也开始思想 我们要改革 那我们怎么改革呢 那有一股新兴的势力 就是耶稣会 就在天主教的内部改革 所以我们看见 整个天主教的宣教工作 是由耶稣会士 他们往外发展的 所以在明清时代里面 天主教曾经 成功的进入中国 他们也建立教会 还有宣教基地 我们从这边的图 可以看到二十图里面 有像利马窦 南淮人 而且他们在中国 所建立的教堂的图片 在上海 在北京 那在中国 其实有四次基督教 进入中国的机会 第一次二十一图 说明的就是 在西元六三五年 当时有一个基督教的 涅斯托流派 中国翻译成警教派 他们就来到了中国 当时的唐太宗 亲自派房玄陵 这个宰相 亲自到西安的城门口 去迎接 把他迎接 进入到京城 当时的碑文上面 刻着写 法流十道四满百城 十道就是指他们 通往中国的 各方向的路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警教 从这些碑文上面来说 似乎是非常兴盛的 但是它没有影响到底层 没有影响到民众 是在高层的里面 而且在中国的历史里面 刚好唐太宗 这时期是一个 很开放的一个时代 所以很多的宗教哲学 其实也都进入到中国 那我们可以看到 碑文上面的一些的科文 或者你去看他的 很多的经书 很好玩 因为他们来中国的时候 不懂中文 透过佛教来翻译中文 所以请了很多的和尚 就帮忙翻译圣经 所以翻译圣经 就很多的佛教用语 例如说他们的对答 你去看佛教经书 他们有释迦牟尼问什么 学生答什么 学生问什么 释迦牟尼答什么 他们就把用这样的方式 也是土地问什么 耶稣回答什么 耶稣说什么 下面说什么 那他们就把耶稣翻成了 叫移鼠 移动的老鼠 移鼠 这是目前你在西安海 可以看到的 碑林里面的有一块 大秦锦教流行中国碑 那锦教在唐朝 一共经历过两百多年 在唐武中 因为独尊道教毁佛 他把佛教赶出去 但是佛教 其实已经深入到民间了 那因此唐武中 一毁佛的时候 把其他的宗教 一并都毁了 他要独尊道教 那你就知道 我们刚刚讲 锦教 锦教的锦就是光的意思 大光的意思 锦教跟佛教的 关系很深 所以在本色画面 过度的融入 以至于他就被绑在一起 所以就一并被排除 那我们从22图里面看到 他们画的这些的基督教的形象 是不是很像佛教里面的那些的大圣 或者他们强调叫做十字莲花 你知道莲花你都会想到是佛教的用途 那因此很佛教化 那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在唐武中毁佛的时候 很多人就收把这些经典 锦教都常常常常到佛教的库里面 或者他们的躲藏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一直以为锦教是佛教 一直到最近的考古里面才发现 锦教原来是另外一宗 是西方来的涅斯脱流派 那23图里面就讲到 当唐朝把锦教赶出去之后 锦教就到了蒙古这些人的地方 那到元朝之后再一次进来 所以就成为了耶里可温教 耶里可温教 那天主教当时也有来一些 那我们知道像马可波罗这些 其实都是那时候是天主教 他们要传进来 然后呢 最后是商人在那个留下来了 好 那蒙古人也随着政权的失败被赶走 所以又消失了 到明清之际 就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 他们就不断的不断的进到中国里面来 好 那我们从24图跟25图 我们可以发现 明清之际影响中国非常深 因为这些的天主教 耶稣会的会士 把基督教带进来的时候 影响了中国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样子的宰相 徐光奇他都成为基督徒 但到清朝强盛的时候呢 在康熙皇帝发生了一件事情 叫做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就是针对中国能不能祭祖的问题 产生了纠纷 那中国人对祭祖有两派不同的理解 在上层 我们大概就会说 祭祖是圣宗追悦 孝道的表现 但在底层虽然也这么说 但是呢 他所做的方式 基本上是跟敬拜鬼神比较有连结 那因此 在当时的天主教里面的不同的派别 在上层在下层所看到的景况就不一样 这两派就回报到西方的教宗那里之后 教宗做的决定就是不可以祭祖 那康熙皇帝本来也都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他也写了敬拜的诗歌 但是因为礼仪之争 康熙皇帝觉得 中国的这个传统不可以被取代 因此最后 从康熙到雍正就下了决定 把所有的外国人全部驱除 中国从此进入索国政策的里面 26图 你就看到当时的中国 这么严酷的防范外移的章城 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到了 从1807年以来 一直到了1842年 中英鸦片战争才开始带来改变 好那27图就讲到 鸦片战争之前 这些外国人都只能在广州一带贸易 所以在广州外海有所谓的13行 就是这些的洋行 他们可以在广州的海口 这边进入贸易的里面 玛丽辛莱华的时代背景就是这个样子 他也有困难 他也无法进入中国 他必须投靠 他当他来到澳门 澳门又是属于天主教的势力 范围内 你知道天主教也是排挥 新教徒 所以呢 你看见他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东印度公司其实也是排挤他的 但是他不得已就加入了东印度公司 做翻译 以至于他可以接触中国人 但是他居住的是澳门 是被天主教会排斥他的 然后呢 中国也排斥他 因为他是外国人 在这些情况里面 他其实受到很多的限制 那当时的中国规定 所有的中国人是除了贸易之外 你不能教中国人华语 你也不能买书给中国 中国人也不能买书给这些外国人 但是我们看见玛丽辛 在这么多的限制的里面 他却创造了很大的事业 他在他的小小的货商的里面 白天做翻译官 然后呢 晚上他就开始翻译圣经 然后呢 做了许多许多的事 他25岁来华 52岁逝世 27年的生涯里面 他做了哪些事呢 三舌徒说 他完成翻译 第一本的新旧约全书 神天圣书 那途中我们可以看见 他的翻译 他因为在原来的家乡里面 当他被呼召要来中国的时候 他开始去图书馆 去看那些天主教师 他们所翻译的英文圣经 所以有一些底子 还有学习中文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图 有玛丽辛的笔迹 他参考希伯来文 去翻译圣经 上面有写他要怎么去翻译 怎么去解释 那这边的图有几张 你就看到当时他所翻译出来的圣经 玛丽辛的中文字写的是不错的 33图讲到的他第二大伟大功极 就是编印的中文字典 六大册 一共4595页 那他是依据五居运辅及康熙字典 编出的第一本中英大词典 他每一个字 字在到词 词在到故事解释 非常的深 所以张老师有跟你们说 例如说八 八仙 八仙古海的故事 所以他的诠释是非常的完整 34图他的第三个贡献 他研究汉学收藏典籍 所以他在中国冒着杀生的危险 他学华文学华语 然后收购了中文书及有上万册 在他1820年也是他生平唯一一次回去的那一次 他回到英国把这些书送到了伦敦大学 其实他本来要送给其他地方的 但其他地方都不要 建桥大学视为无物 但是他因为做这些努力 对后面的宣教士来华 研究汉学是非常的有帮助 35就是他跟着他的印刷工人 后来也成为他的第一位华人牧师的良发 就出版了《劝世良言》这本书 这本书后来在发行的 像发单账一样 发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叫做洪秀泉 因为这本书而信了主 成为了基督教的异端 他们也成立了一家印刷所 所以这些人他的助理就是信主的人 也创办了第一份的中文报纸 《查世俗每月统计传》 36图他之后的宣教士 第二位宣教士米莲都不能来到澳门了 因为没有东印度公司职缺 所以他们就策划 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地方 就是马六甲 他们就在那里成立了英华书院 第一间的双语学校 在那边开始培育华裔的 还有当地的人才 所以很多的人就是在这个里面 做了许多的事情 他们翻译了中国的书籍十三经 还有解释 在里亚各牧师 然后就在这个学校里面当院长 后来有一位叫做鲍刘云 当他来担任校长的时候 后来就栽培了另外一个人 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 就是荣宏 好 那三十七图就解释 他们这些的帮助很多的宣教士来华 那三十八图就是讲到 他们在马六甲这个地方 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他们就规划了一个叫 恒河外宣教计划 就是做一个预备基地 宣教预备基地 当这边的所有的栽培培育的人 就是为了将来可以来到中国 等他开门 第一代不行第二代 第二代不行第三代 等下去 好 那米莲这些人 他像台约尔是戴德森的岳父 原来在英国是马里逊 他回去了那时候 做他的中文班的学生 后来他也来到这边 他一辈子就等待这个地方 等到他终于在1842年 南京条院定立的时候 他终于来到中国 开了一次会 就再也没有回去了 就死在澳门 所以我们那一次的讲到 就讲到说 当他要回去的时候 然后生病了 第一位来华的医疗宣教士 叫博驾医师 就对他说 你死的要葬在哪里 他说他要葬在中国 他希望借着他的坟墓 赢得中国人归主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胸怀 四十图开始之后 就讲到马里逊以后的宣教工作 前面讲的是西方的背景 这边讲的是 当时宣教士要来华的中国背景 所以从四十一图 四十二图 四十三图 四十四图 四十五图 后面有几张的连续的图 你可以看见 透过这些图片可以看见 当时中国的所谓的人权的地位 没有法律的概念 或者交通设施的落后 或者在一些的背景 例如说裹小脚 交通上面的不便利 例如说你看这边的四十八图 是讲到 我们当时的 大概所有交通工具 都比较是透过人力 五十图之后 就是在讲到 从嘉庆皇帝 清朝由胜入衰的时候 所有经历过 一直到民国 这些都一直在 不停的战乱的里面 有碾回之乱 太平天国小道会 中英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 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 革命战争 北伐抗日 到国共内战 到现在 还有中国当时 有很多的土匪 这些事情 所以中国内忧外患不断 所以以下这几张图 我们都看见 这就是当时 这些的背景 然后这些外国人来了 他们都只有一个称谓 叫做鬼 所以羊就是羊鬼子 日本人叫做日本鬼子 大家都是鬼 所以鬼不能走在街上 以免吓到人 所以这是当时 北京定例的约定 外国人不能走在街上 以免吓到人 因为他们是鬼 这就是 因为中国觉得自己是独大的 五十五图 这边特别介绍了 两位宣教士 是讲到南京大屠杀的时候 这两位宣教士 保护了许多的中国难民 那这些宣教士来到 在日本抗战的 对日抗战的时候 有宣教士就被关在了 集中营的里面 这边有一位 叫做李爱瑞 他的故事曾经 讲到他做宣教士之前的故事 讲到他因为 为了敬畏神 他不在礼拜天 跑他最拿手的 100公尺的比赛 结果他跟人对调 去跑了400公尺 他从来没有跑过的 结果 他有一句话就是说 他跑得这么快 是因为他在跑的时候 他就感觉上帝 在看着他 喜悦他 他知道说 上帝为什么要让他而跑 所以在那一次的比赛里面 1924年 他跑出了世界纪录 没有想到 这个改变他的人生 那他在跑的时候 之前他的按摩师 给他一张纸条写 尊重我的 我必尊重他 所以我们看见 他一个很大的 很棒的故事 他被拍成电影火战车 那他来中国宣教 他的家族本来就是宣教士的家族 他被关在山东违宪集中营 最后脑流死在这个集中营的里面 那五十七图里面讲到是 这位施达能夫妇 他们在中国的 在宣教当中 被所谓的抢匪 盗匪 抢劫 然后把他们撕票 那他的女婴 还好可以得以存活 被救出来 五十八图 就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海摩登牧师就写了 惧怕什么 也因为这一首诗 激励了很多的人 他们继续来中国 五十九图 六十图到六十一图 就讲到 开始这些的 因为帝国主义的进来 所以对宣教士充满了 许多的误会 所以就发生了很多的教案 就是传教士 他们的这些的 发生的屠杀 或者一些的不幸的事件 六十图 这是中国好像漫画一样 例如说 他们称主耶稣 把耶稣画成一只猪 猪耶稣 然后把宣教士叫做鬼 所以要杀要打 猪教取胎徒 所以他讲到说 这个信耶稣就好像一只 那个生出来就好像一只猪一样 教堂用猪叫的堂 教徒传教徒 你看他都是用 猪的 教的这种的解释 对于预料不了解 认为他们在挖眼睛 把十字架上面钉了一只猪 然后所有的信徒 都是说你是羊群 羊是畜生 所以一刀斩羊颈 猪金恶暴徒 你看这几张图 就可以明白 当时的反教的势力 是怎么的厉害 所以六十一图这边有讲到 这是中国大陆的福建人民社 人民出版社 还有台湾的中央研究院 都对这些的教案做了很多的研究 六十二图开始讲到这些的 殉难的宣教士 1900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 1900年就因为义和团事变 他们要扶清灭羊 他们自称刀枪不露 所以朝廷就支持他们 开始对所谓的羊人 进行了很大的攻击 那六十二图这边讲到的 就是一位来中国做翻译的宣教士 也是美国长老会拆派 又是美国参议员的儿子 罗里华 他被强盗击毙在水里面 才28岁 当他一死了之后 中国就有更多的宣教士 就慢慢更多的进来 根子教难从六十三图里面 就说明了这些宣教士 在整个迫害的当中 那1900年里面死的一位的宣教士 叫做毕德金是耶鲁大学毕业 那在这个死难的当中的之后 毕德金他所读的耶鲁大学 知道了之后 他们的学生就组织了耶鲁在中国拆会 来到中国后来就办了很多的学校 兴建医院 所以一粒麦子死了 但是结出许多子力来 我们可以看到像玉贤所做的 把宣教士在保定这个地方 一次杀害 先杀男再杀女再杀小孩 然后所以这边6667都是讲到 他们这些迅难的宣教士 6869都是 其实也是 那刚刚刚讲到是耶鲁 那这边还有讲到一个 欧海欧的美国的柏林大学 这上面的15个大人 父亲母亲小孩全部被杀 我们看到这边像这个爱慕斯的 全部四个小孩全部被杀 那68图就讲到欧柏林 他们就建了一个纪念碑 后来又有很多的宣教士进来 那七十图里面说到了 当时死伤最 人数最多的机构 就是内地会 大大小小 一共79个人在那一次的殉难 那中国的几次的转折 也是在这些战乱当中 那从1807年宣教士 马里逊来华 到了1842年 因为的鸦片战争 然后呢 中伊南京条约 所以中伊五口通商 割浪上海 宣教士可以第一次的进入 真正的所谓的进入中国 那再到1860年的 英法联军二次鸦片战争 所以终于 外国人的势力可以进到内陆 再到1900年 刚刚讲到的义和团事变 那就因为有根子赔款 但是宣教士很多的机构 他们都拒绝赔款 然后呢 鼓励中国新建学校 所以用这些赔款 就建立了很多很多的大学 也让中国许多的人 因为这些的基督教大学 他们认识了信仰 然后也接受了西方的现代化 民国之后并没有好些 七十三图以后就是讲到 在民国之后 基督教的反教的势力 其实并没有减少 因为像胡适 吴志辉 陈独秀这些人 他们所受的西方教育 是已经去神化的西方教育 因为没有神就也看不见人 所以像达尔文 杜威这边 都讲到的是物尽天责 或者讲到就是 你必须在这个人的里面 必须要透过物化 经过竞争 所以这样子的去神去人 所以他们把这样的思想 带进中国 也影响到后来的 中国的五四运动 反教育运动 甚至共产主义的兴起 所以七十五图 你可以看到当时 这些是高级知识分子 大学生 他们联盟起来反对基督教 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 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桥梁 那再到了1949之后 中国政权转移 那唯物科学就更加的严重 所以这个无神的思想 带进来 整整的影响了 中国很久很久 所以因此人的地位 人的尊严也就越来越没有了 甚至到文革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非常的严重 那在中国政权转移之前 中国有一个 所谓的教会十年大复兴 兴起了三位重要人物 第一位是尼托生 还有王明道 再是宋上节 他们在教会的底层 非常的复兴 但是没有影响社会 那社会就是反基督教 教会内部就是这三个 十年大复兴 我们就知道 从山东大复兴 耶稣家庭 这些就一直不断的工作 文革之后 开放之后 整个中国教会再一次兴起 那七十九图之后 所讲到的是其他的拆会 所以这些宣教士 很多都是来自不同的拆会 早期就是英国伦敦传道会 或者是内地会这样组织进来 但是我们也知道 从八十一图之后 就看到有各个宗派 他们所做的努力 第一个叫做圣公宗 就是Elegant Church 也就是英国国教派 那我知道美国这边就很多了 英国 在台湾都有圣公会 八十三图讲到的是 信义宗的教会 他又称为路德宗 是由马丁路德的关系 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称谓 那在美国就有 就有这些的教会 也很多信义会 那他们就比较像 圣公宗信义宗 有很多保留天主教的 遗文的传统 八十五图讲到的是 敬礼宗 那在美国是 应该是最大的教派了 在美国是最大的教派 美南进行会特别是 在美南还有一条 所谓的圣经带 就是这一群的 敬礼宗的人是最多的 那敬礼宗他们也有来中国宣教 那其中有一个人物是 在美国人当中是最知名的 叫做穆拉蒂 穆拉蒂来到了中国之后呢 做了很多的社会关怀工作 那也在他服侍中国的时候 因为发生了饥荒 他把他手中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食粮 全部给了中国人民 自己最后饿死 那饿死之后 美国人就纪念他 在每一年的圣诞节 平安夜的那一刻 就会举行穆拉蒂奉献 把这些的奉献 就回馈到社会的关怀 宣教的工作 87图88图讲到了 有长老宗跟魏里宗 他们的宣教工作 那魏里宗像在福建这一带 其实受美以美慧 就是魏里宗的前身的 这个名称 影响非常的深 所以很多像福建这一带几面 很多都是属于 属于魏里宗的影响 九十图以后就讲到 基督教除了那些的宗派之外 又出现了其他的 还有一些的小型的差会 那当然这边讲到 是中国内地会这样的差会 是做的最多的 那也因为这些宣教 是在中国所做的 很多的本色化 很教育中 但是中国就开始有一个 新的思想 就是中国的教会要自己来 所以就有一个口号 叫做自立 自养 自传 那我们就看见 当时尼托生所建立的 就有招会 然后呢 像寇世远在台湾 就建立了基督之家 上海就建立了林良堂 然后他也到了台湾 也建立了林良堂 现在在美国这一代 也非常多的林良堂的体系的教会 那华人 台湾地区的华人教会 这种的自立的教会 就更多了 93图这边有介绍到 吴勇长老他们就建立了 礼拜堂系统 94图有介绍一位高氏家族 是整个台湾宣教史上的 第一位信徒高长 在美国有一位 杨高丽丽 也是他的后代 那在台湾的长老总会之前的 负责人高俊明 也是他的后代 好 95图就讲到 其实在1949之后 中国看起来 把这些宣教士 把基督教并除门外 但是这些人 基督徒被打击之后 没想到就往海外发展 就兴起了 更多更多的教会 从港澳 台湾 东南亚 东北亚 美加 纽澳 欧洲 到处都有 只要有中国的地方 就有教会 那我们就知道 像福州人 很会做生意 就用商业 就 很多福州人就在外面 透过建立餐厅 这种的方式 就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那温州是又靠生意 做生意 也建入了很多的教会 99图之后 就讲到 中国大陆的教会的蓬勃发展 那102图之后 就讲到 建立了许多的 不只是教会了 开始有很多的 跨教会的组织 所以有 像104图讲到的机构 然后102图所讲到的 就是 华人教会之间的平台 像华福会 104图之后就会讲到 像欧拉TV 佳音广播 天韵 好消息 Good TV 这些都是 这些的服务 教会的机构 然后也把 也因为这些福音的机构 所以宣教的事业 就影响更深 106图之后 就是特别 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讲到 基督教到底对中国 带来什么样的益处 其实 基督教是一个媒介 他不单在宣教的时候 是宣 把信仰带进来 也把 现代化带进来 西方的科学 西方的民主概念 很多很多的社会关怀 这些全部 都因着信仰 一起带进了中国 从明清时代 就建立了天文的思想 地球的思想 时间的钟表 那当时 也因为中国 在这么多的战争的里面 中国有些人 就开始也觉醒了 像朝廷纵臣 一星 文祥 李鸿章 张之洞 真国反走中堂 他们都开始 决定要 施宜 长寄 以至宜 要模仿 西方 113图 那讲到有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 叫做丁维良 之后我们还是会介绍他 这位传教士 他为了要得到 更好的宣教机会 所以呢 他在中国 就在 在北京这些地方 就开始 希望能够造就 中国的外语人才 还有呢 这些人 他不单是接触西方 那他也可以接触信仰 所以他们 跟中国 朝廷里面就一起建立了 同文馆 那 丁维良就是总教席 丁维良牧师 我们就看见 牧师进入政治界 中国的政治界 丁维良其实他做的 最伟大的工作 一个是同文馆 还有一个就是 他翻译了国际法 帮助中国人 可以在外交的谈判上面 不吃亏 所以外国人 基本上是蛮讨厌他的 因为他把秘密 都告诉中国人了 114图 李提摩泰 他们所做的救灾的工作 社会关怀工作 你可以发现 这些宣教士 他们来这边 不是来建立教会 做牧师而已 他们来到中国 把用他们的专业 深入 中国的各个的领域 各个的文化 思想 各样的层面 所以116图里面 讲到医药护理 大概是 我们所熟悉的 在整个传教士里面 扮演最重要的 宣教工作的方式 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 就是博驾 我们看见 这样子的医疗方式 其实影响了后面 很多的宣教士 影响台湾的第一位 医疗宣教士就是 马杰 他一身替人 拔了一万多颗的牙齿 117图里面 有介绍到 格里汉的岳父 钟爱华 也是在中国的 医疗宣教士 那即便 我们刚刚看到的 毕德金 死了之后 耶鲁在中国 这个拆会成立 来中国也建立了 许多许多的医院 后面还有学校 那我们也 从119图可以看到 这些宣教士 所做的工作 不是他们一个人 是世世代代 一直不断地进来 戴德森 有代加班 金乐廷这个家族 有金掌门人 也是五代相传 还有戴德森的妹妹 也嫁给一个海家班 也是五代相传 即便来中国的 玛雅各 也是他的两个儿子 也全部投入宣教 那在台湾 有很多的基督教医院 像彰化基督教医院 蓝大卫 他的儿子蓝大碧 都一起在中国服侍 那还有一个人 很有名叫做蒂法 他原来在江苏六合行医 他的儿子 在他们过世的时候 在他的母亲过世的时候 他的母亲特别把 所有的孩子都叫到床边来 交代一言 说你们父亲最希望你们做宣教事 你们谁要回中国去做宣教 蒂木华是他的小儿子 就哭着说 我愿意 其实他非常不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所以呢 120度就讲到这个蒂木华 他后来就到中国 在中国 留在中国宣教 他一辈子 因为他的父亲 在江苏六合宣教 他一辈子都说 他是江苏六合人 那蒂木华在台湾算有名 因为1949之后 他被迫 之后到了香港 来的台湾 蒂木华 他就做了台大 台大 台湾大学的里面的植物系的教授 他有一次在山上发现了一朵花 一朵凤仙花 是他第一位发现的 从此科学的命名 就是蒂木华 凤仙花 那 121图有介绍到玛雅各 他在做帮 他的 他的为病人诊疗的照片 那我们刚讲到 金家班里面的 金乐亭 这是他的宣教家族 他们有一代金纯人医生 在开封行医步道 戴家班 有戴纯医 这些都是他们的后代 那海恨伯医生是海家班的第五代 那他们的宣教 有透过医疗的 有透过教育的 然后 还有很多像海家班很多 是透过文字的宣教 所以各样的方式 就是为了要得着人 一百日试图就讲到 这些的民主政度的思想 现代化的思想 也影响到 我们中国的政治的改革 例如说孙中山 例如说梁启超康有为 他们要推行新政 那孙中山 还有陆浩东 他们是 一起在小的时候 把家乡里面的 那个佛 那个偶像 折断手指 后来呢 就还一起努力 他们在一起在 潭江山受洗 然后一起革命 所以陆浩东是第一位 殉难的基督徒 革命家 那我们看这些思想 在一百二十五图里面 讲到他们 透过了很多的文字工作 把这些的西方的思想 带进了中国 所以这些思想层次的现代化 在教育的里面 在很多的方面 就是怎么样把人再次 从黑暗时代 那个失去人的 这个的里面 把他找回来 一百二十七图 特别强调就是 基督教的宣教的运动 其实就是一个 全人教育的运动 全人教育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从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上帝就把人 创造出来 亚当这个我 又为他创造了 有人际关系的夏娃 所以人有 四个层面的关系 又把人放在 物质的世界的里面 所以这张图用 天人物我的 中国的天人物我的观念 来诠释 人其实有四种的关系 是要建立的 那面对自我 存在的勇气 知道我 不是我们所讲的 一般的所谓的智慧 这种 人 我们一般的 这种世上所谓的我 而是 这个我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 这个我 我是谁 而不是我有什么 从人的角度 我们 世上教导 我们的EQ是什么呢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所有人际关系 只为了一件事 就是要把别人 踏在你的脚下 好 叫你可以熬出头 好 叫你用什么技巧 来赢得人 但是从上帝的人观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跟人 从爱自己 能够去爱别人 是接纳 所以人的关系是在爱的里面 对物呢 knowledge是物质的 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世界 我们从路人是神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对物的态度 是用理性分析 去认识他背后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全人的关系图 那以至于到天 中国人比较没有天起观念 中国的天是我找出来的那一位神 所以呢 这个神必须听我的 他要看他灵验不灵验 有没有给我好处 所以这边呢 讲到天是上帝的操拦独存 上帝的主宰 不受人的控制 那因此在这四个关系里面 就用四种不同的态度去面对 例如说我们有宗教心 但是对上帝就必须用敬拜 对环境的伦理里面 就去发现生命的现象 环境的伦理 对人 就是在社会的文化遗产里面 组织的里面去建立 在伦理的里面 然后对自己 就是面对自己有存在的勇气 我们从这张图里面 去理解整个的宣教室的时候 你就看见 宣教室在做的工作 就是深入到不同的层面的里面 把人 这四个面向的人找回来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丁维良 他所做的工作 通文馆 也就是日后慢慢发展了 就成立了金师大学堂 到北大北师大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教育的成立 后来中国终于就废除了科举制度 还有八股的考试 所以当时对中国来说 有三个宣教的伟人 一个就是戴德森 做建立教会个人步道 丁维良就是进入到政治 跟教育的里面 杨格飞是什么都做 所以你到华中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杨格飞那边有他的立项 非常的了不起 他到现在在那里都被纪念 然后做了圣经的翻译 做了三字经的圣经 然后做了教育 也做了医疗 他全才的人物 130图就讲到他们 信办学校影响的这些的人 那荣宏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这些故事 你们自己就可以讲很多了 那荣宏就是受到的 报牧师师母的影响 以至于他后来可以出国留学 一生的志愿 也就是要把小留学生 也可以带出国 30一 130一就讲到 后来20年后 对不对 他就带领了120位的小留学生 这些的留学生就 对中国的影响非常的大 所以图片当中有唐绍仪 中国第一位总理 还有铁道之父 詹天佑 从132图之后 就可以看见这些宣教士 像迪考文 他们这些人 他们就是在办教育 还有建立学校 这些上面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那像林乐枝 他造就了法律的人才 所以有什么东吴大学 那北大之前的燕京大学 雅里大学 上海的滬江大学 里南大学 台湾的东海大学 中原大学 那台湾现在开始有这样子的觉醒 所以在台湾你可以看到 有好多都叫做全人 什么全人 什么全人 教会的做社会关怀 也叫做全人 那全人就是在建构 这一个人的四个面向 从真正的天起 这位上帝来看所有的关系 建立一个真正的人 能够圆满的关系图 139读之后 讲到基督教跟华人社会 在社会关怀上面所做的努力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图片 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 在这些中国原来的风俗文化里面 或者一些的旧的捆绑里面 他们怎么走出一条新的路线 所以基督教强调爱人如己 把人看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做个诠释 例如说有一次有一个医生 在一个病人躺在病床上 在开刀的时候 主治医生要开刀的时候 他就问了一句话 请问在这个房间里面 谁是最重要的人物 你们觉得谁是最重要呢 那些人都说 当然是开刀的人 但是那个主治医生说 不是病人 真正最重要的人 不是那个开刀的人 是病人 所以你就知道 从西方宣教室来看 那个人 他所服事的人是最重要的 那143图之后 我们就看到这些社会关怀里面 有几个我们大概熟悉的人物 例如说艾伟德 那艾伟德他也被拍成一部电影 叫六福客栈 那实际的故事 他在八福客栈里面服事 那艾伟德他也被英国报导 所以很多人认识他 那他的外号被称作小妇人 因为他个子非常的矮小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非常的伟大 所以我们人可以很小 但是我们的身可以很大 那艾伟德其实 他不是一个受过高教育的人 所以他要来中国 要接受内地会的申请的时候 内地会是不答应他的 因为他资格不服 艾伟德就跑去打工 做用人 把所有的存的钱 坐火车 经过西伯利亚到中国 他路上还被强盗绑走过 最后他新西古来到中国 就投靠了一位老训教室 在一个八福客栈 听到八福客栈就知道 他出自圣经 然后他就像来来往往的 这些的客旅商人传福音 那他做的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他后来收养了 将近一百位的孤儿 这些孤儿他就 中国的第一个的孤儿院就出来了 就是在他的手下 那他也帮中国做了鼓吹 那个解放小脚的宣导员 那尤其是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 他反对日本人之间的行径 就日本人就要追杀他 贴出告示要追杀他 他就带着94个孤儿 逃难 日本人在后面追 然后他逃到了黄河边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祷告 因为前无去路 后无退路 所以他就祷告说 黄河分开吧 要让我重建摩西的这样子的光景 结果没想到祷告没有成就 黄河真的没有分开 但是来了一艘船 革命党的船就经过 就把他们拯救到大后方了 艾伟德因为过度一超了 甚至就在那个时候一直昏迷不行 昏迷了很久 好 那我们看看另外一位叫做 孙里莲 他也是做这些的孤儿的工作 他在台湾有个叫做芥菜总会 那艾伟德到了台湾之后 就成立了博大女育幼院 还有像司务道这些都是反小脚的 女性的地位就是音乐宣教士 杰奇基督徒的努力 所以女性地位就开始提升 中国人的女子 一百师徒之后就讲到 中国的女子教育 宣教士把女子教育带进来 那中国就培育了 这叫为你们培育了 第一位的女医师 然后第二位女医师 就这样子一个一个起来 我们看见 即便在台湾也是 马接带来的也是女子教育 那一百五十一图之后 介绍的就是 这些宣教士的反读工作 马里心思不能上东印度公司的船 也是因为她在反读 那其实毒品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来说 它是被接受的经济作物 那我们从后世不了解 我们只认为说 怎么外国人要强卖给中国人毒品 其实不是 是中国人乐于接受 因为它是一个赚钱的好生意 中国人想要自己种 但是你们看这些宣教士 都看见这个可怕的未来 所以他们一生坚决反读 那不只这些人反读 像戴德胜妹夫海班民 在英国也一直成立了反读协会 到处宣讲 那最后像戴德胜亲家 金家班也是 那一直到有一个人 就是第一位露台的宣教士 马亚各 他返回英国之后 终于促使英国宣布反读 从此以后毒品再也不能 外销到中国来了 那宣教士有一位叫做李修善 这位牧师 他也来中国成立了 在中国做了反读工作 他得到了一个人 一个吸毒 吸加片很严重的 就叫做习圣魔 那后来他们在中国 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天招局 专门做反读的工作 在中国做反读 那158图就讲到 这些反读 不是只是反读而已 而是反读也把 用信仰来反读 让他们可以透过灵性的栽培 从内到外 真正的把毒品戒掉 这是跟我们现在的社会 讲的戒毒不一样 现在在台湾的话 就是你吸毒戒不成 就没关系 先吸低剂量的毒品 所以政府提供你美砂酮 就是从比较严重的毒品 你吸比较低的 然后是可以跟政府要的 免费提供 只是让你叫做慢性中毒 不自己那么厉害 但是基督教的戒毒是 你因信耶稣基督 从此你可以摆脱毒的瘾 把你的从里面真正的革新 所以我们看到后面 就讲到了 在台湾有一个叫陈希会 帮忙戒毒的 他是从香港的一个牧师 起来的 然后得着了第一个戒毒 成功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刘明和牧师 他就来到了台湾 开始建立反读工作 然后再从台湾 遍布到世界各地 像泰国这么严重的吸毒地 他们在那边 就在金山脚一带 成立了戒毒 戒毒的营 还有辅导 关怀邪谈的工作 像有一个很 在台湾很出名的 叫做更生团契 专门针对监狱里面的人 帮助他们革新 所以他们的生命 才可以改变 162图里面就讲到 一些的文字的宣教 他们在各个的领域里面 本色化 处境化 关联化 所以你看见 他们做汉学的努力 他们也努力地学习 中国的文化 刚才像那位杨格飞 他提出了一个 西方人要到中国人宣教 必须要读懂中国的 十三经 请问我们当中 有谁读懂过 他要宣教士都要读懂 十三经 然后来中国宣教 就看见 他们很尊重中国的文化 这是宣教士很大的努力 甚至他们就像内地会 就要求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必须完全中国化 所以要穿中国人的衣服 留中国人的辫子 用中国人的饮食方式 用跟中国人平起平坐的方式 所以你看他们就是 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 然后甚至到了很多 没有文字的地方 他们就帮忙翻译了当地的文 帮他们建立文字 像赋能人宣教士 如果你到了云南 利数族 你就发现 怎么那整个族里面 几乎都是基督徒 对不对 利数族 由赋能人宣教士进去 帮他制造利数文字 翻译圣经 然后呢 以至于到现在 这些族人 大概听说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基督徒 那在这些翻译工作上面的 努力文字工作 你可以看到一百六十六图里面 有很多的各种语言的圣经 广东话 法九话 蒙古文 满洲文 上海话 各地的方言 他们都翻译成圣经 在这些努力 连教堂的建造也是 他们有非常中国色彩的基督教 甚至教堂门口还贴了对联 这边写着 光阴迅速 须移生前找悔改 道心长存 自然永远获平安 掌声鼓励 大道为公 好 那你就看见他们在本色化的努力 认同中国人 所以 我们这边看到都是 一百七十图就是他们穿的 中国式的服装 一百七十二图之后就见到 像这戴德森的五代家族 一七二到一七四 都是介绍戴德森的五代的家族 那在本色化上面的努力 我们从一百七十五图里面 可以看到他们 在本色化上面 透过学术研究提出了很多的建议 还有思想 所以 很多的教会也在 本色化的当中 所以就建立了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 好 一百七十六图之后 我们就到一百八十一图 在 早期的中国 有一位 很有名的 布道者 他叫做边云波 他写了一首诗叫做 献给无名的传道者 那从一百七十一 七到一百八十一 是这里面的节路 献给无名的传道者 边云波 所著的 边云波在二十三岁的时候 就写出了这首诗 他说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长的诗 但是被圣灵感动 他就一口气 一直写 一直写 边写边流泪 他写完这首诗歌 他不留名字 然后呢 他们写完这首诗歌 就去各地朗诵 那他在之后 就去了 新疆那一带宣教 所以他认为 每一个人都是无名的传道者 所以各位 你们都是无名的传道者 一百八十二图之后 就是 当我们看完 我们有没有一个思想 就是 这些宣教士在这个世代里面的努力 当神呼召他们 他们就不爱惜性命 因为他们深深的领受基督所做的 比他们能做的更大 他们就献上了泪 献上了血 献上自己的生命 成为一个云彩 成为历史的见证 所以他们在那个时代里面 他们写下了历史 那么今天我们 也走在历史的长廊里面 我们怎么回应 我们现在 我们要怎么写下历史 他们那个时代面对的问题 我们今日又怎么来面对 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所以求主来使用我们 多ść 慢慢看 这 tras互来 我 爲 车 突然